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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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 地处湖北省东南部 与湖南 江西接壤 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重阳 希望找到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 带我们前往那座神秘的大拳洞 村庄里有唱戏的声音 我们进去听一下 重老师 这唱的是什么戏啊 是花鼓戏打螺枪 是一个我们地方文化 重阳花鼓戏俗称打螺枪 深受当地居民喜爱 眼下正是秋收之前 村民们聚集在一起 享受着难得的浓闲时光 老乡告诉我们 自古以来他们都以种地为生 在过去靠天吃饭 十分重视天气变化 而大拳洞内 那根能预测天气的石柱子 对他们来说就尤为重要 除此之外 大拳洞内还有许多奇特的自然现象 这么大的水 这么大 这些水都是从洞里出来的 洞里出来的 这个水还是清的时候 出的时候还大点 还大 这水清了之后就这么大了 大拳洞时常喷水 水流之大 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除此之外 洞内还有许多地质奇观 当地人一直不之所以 考察组决定 立刻前往大拳洞展开调查 此时 湖北省地质局 第四地质大队的几位专家 正在重阳考察 考察组决定 随同他们一起前往大拳洞 大拳洞 位于重阳县青山镇 白崖山西南路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邀请当地消防部门 一同探洞 然后我把绳头放下去 你扶住他们上来 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洞叫大泉洞 就是说明年到4月5月份 有很大的一股水在这里出来 这个洞有一半大这个水 这个洞一半都是水 一半都是水 向导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这座洞穴 时常涌出巨大的泉水 所以人们才称之为大泉洞 那么这些水流 到底从何而来 为什么现在却看不到了呢 考察组发现 大泉洞是一个天然溶洞 它十分深邃 因为有向导带队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那根传说中能预测天气的 神奇石柱 因为这里是我们当地 活的天气微暴 我们当地有些几十年 都是焊这个东西 用这个石头看天气 焊天气 石头怎么能看天气呢 你看这个石头又逃湿 正面就要下雨了 过两年 如果石头上流水 那么明年一定下大雨 这根石柱个头并不大 造型看起来有点像村民供奉的佛刊 这个石头很神奇 有百分之百的准确 这个现在是有点陶湿 不是很干 像这种石头都是很干的 这个石头有点陶湿 证明自己的有小雨 当地的活天气微暴 老乡的说法 让队员们觉得 应可思议 这根普通的石头柱子 真的能预测天气吗 这到底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随行的专家 仔细查看了石柱之后 一时也难以解释 我们决定先对整个大拳洞展开全面考察 却在一处不显眼的水塘里 小李 你看 我们这个溶洞里面 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 你看 这上面这些石头 都还花了 水里还花了 就是水面上就要一片一片白色 而且还有一些像水晶石一样 水晶石一样 很奇的 我们叫它水晶花 这种现象常见吗 也不常见 这个现象不常见 比较少 一般的溶洞比较少 这个是要好好好 水塘中的这些奇特现象 连见多识广的地质专家 都说十分罕见 这个下面就是结晶的东西 这个上面白白的 它就慢慢地成 沿着原来的晶体 这么慢慢往上涨 你看这上面 一个个的晶体非常漂亮 这个应该是方解石 它的主要成分 跟我们这个石柜炎的成分 是一样的 跟中午石的成分是一样的 它的主要成分也是碳酸钙 有点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的盐池 它这里面的碳酸钙的浓度 达到一定的时候 保和的情况下 它就开始结晶出来 原来水塘中这些特殊现象 其形成原理与盐湖类似 当水塘中水的蒸发量超过补给量时 水中矿物质含量日渐增加 逐渐达到饱和或过饱和状态 最终形成矿物质结晶体 甚至在水底形成沉积矿床 专家告诉我们 纯净的碳酸钙结晶都是透明的 呈现出白色 是 头通一照基本超过 对 对 我从这边照过去 这边可以看得光的 对 透明 基本上这种种石都是透明的 都是透明的 它的成分也是主要是碳酸钙 而且它的成分比较纯 所以它的颜色 它是显至白色 实际上是透明的 对 然而队员们注意到 大全洞内的中乳石 不但造型各异 连颜色也各不相同 对 这个中乳石里面 颜色有白色的 有这个黄色的 还有黑色的 它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上面的水 与上面的地层有关 与上面的岩石有关 上面的岩石 如果是这个比较纯的石灰岩 它里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碳酸钙还可以达到五六十 那它里面就杂质很少 所以它现在形成的就是 纯白的碳酸钙 如果上面的岩石之后 带了什么 带了一些泥 如果裂系里面一些泥 泥水下来 它就会形成什么 带黄色 偏黄色的 如果是带一些 有机制的东西下来 沉淀的时候 它就形成的颜色 就偏黑色 黑色 对 大圈洞中 有一座通体纯白的猪辱石 酷似一只 抬头仰望天空的北极熊 纯净的中乳石 呈现出雪白的颜色 像极了北极熊的毛发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让人叹为观止 一番考察之后 队员们在大泉洞内并未看到大的水源 那么大泉洞内喷涌出来的巨大水流 到底从何而来 考察组决定继续往大泉洞深处行进 考察组行进了几个小时 也没能到达洞穴的尽头 正在大家筋疲力尽之时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厅 考察组惊讶地发现 洞顶上垂挂下来的几十个中乳石 无论从形状还是颜色 纹理上看 都像极了倒挂的灵芝 按照常理 从洞顶垂挂下来的中乳石 应该是越往下部越尖 为什么这里垂挂下来的中乳石 却在底部伸展出一个平面 令人十分费解 我们看看上面的柱子越大 下面的灵芝就越大 应该是这个规律 这个灵芝 这两个小柱子 所以它像是灵芝 这个像是蘑菇一样 它相当一点小一些 那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特殊的 底部平面展开的形状呢 它上下的空间 经过一番查看 专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很好的很特殊的现象 所有的这个包裹的灵芝 它这个面都在一个面上 都在一个面上 它真是 所有的底板都在一个面上 都在一个面上 这样可以推测的话 这个地方像这个面 可能就是原来的这个洞底地板 专家认为 我们头顶上的这些灵芝 很有可能就是之前融洞的地面 这是一个中乳石 往下底 往下底原来就正好 这边就已经是那个柱子的石柱了 就是碳酸盖下来之后把它结成了 像一个饼一样 像饼一样 专家解释说 包含碳酸盖的水 沿着猪乳石柱 滴落在原本的地面上之后 固化成了坚硬的底板 也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灵芝 那么为什么过去的溶洞地面 如今却悬挂在了半空之中呢 后来因为洪水的冲击作用之后 把下面一些泥酸全部冲走了 原来的溶洞的地板有一些残密 特别在一些石柱的下面 它就保留了一些地板 没有形成石柱的地方 它地板都冲走了 这就是说 这以前是一个水流的通道 对 水流通道 当年有可能发生过 一些特别大的洪水 对 对 对 倒挂灵芝的谜团解开了 专家说 这也同时证明 大泉洞中确实发生过大的洪水 洞底那些厚厚的沙土 正是洪水从别处带来的 当地老乡说的这个大泉洞 它一到下雨的时候 洞口就往外喷水 那就是我们的前程不及 地表的降水 还有旁边的可能 有些我们没有发现的溶洞 它可能也和我们这个溶洞相同 所以它对所有的地表的水 和旁边的溶洞 列系过头的水 全部汇集到这来 所以它这个水量就很大 专家解释 因为溶洞中 列系极为发育 这就给水流提供了 许多前进的通道 一旦外面下雨 由于水往低处流 极易形成雨水 往一处汇聚的现象 最终从位置较低的 大泉洞洞口涌出 形成庞大的水流 这种现象 在多余的季节更为常见 考察至此 队员们终于解开了 大泉洞泉水涌出的秘密 那么 大泉洞内为何会有一根 能预测天气的柱子 全都是干的 就它可能下雨时会潮湿 这是为什么 在说的情况也有可能 你看大家看 我们这个是一个中乳石 是吧 这是一个中乳石 中乳石 中乳石它因为有流水的通道 你看我们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出来 找到一些迹象 你看这个地方 这明显的是一个裂系 走着走的 这里面土也是湿的 这个里面也是个裂系 这里面土也是湿的 这些土都是水 沿着裂系 把这些土冲上下来 证明这些裂系 它可能通向地表 通向地表 地表的时候下雨之前 大气中水分 比较冲突的时候 它这个裂系里 它会这个水分 沿着裂系往下滲 再形成一些水珠 水珠或水流 专家认为 石珠周围这些裂系 通往地表 下雨之前 山区石器较重 水汽在通道中 凝结成水流 沿着裂系 渗透到石柱上 从而形成了 预报天气的特殊现象 专家说 大泉洞中 种种神奇现象的背后 除了跟溶洞内 断裂发育有关 还跟重阳地区 特殊的地理环境 密不可分 在重阳大湖山 地质专家给我们展示了 重阳的地形地貌图 这重阳县嘛 对吧 重阳是个盆地 有没有 四边都是山 这个顶角县嘛 这都是顶角县嘛 对 四边都是山 对 专家还发现 重阳盆地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落差却非常惊人 最高点是海拔1165年寿 那重阳的最低点呢 大概也是30米左右吧 最高风和最低风 就差到1100米左右 这个差距还挺大的 对对 重阳盆地地处亚热带 在季风气候区 整个盆地虽然面积不大 但因为盆地底部 和周围山地之间的 巨大落差 使得这里降水极为丰沛 我们重阳呢 是位于博围的东南角 那么它从气候来说 它属于亚热带的 大陆性季风气候 总的来说呢 它的降水 相对是比较丰沛的 它的降水量呢 年均来说是1612毫米的样子 我们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到六七八月份 这几个月份的时候 像咸宁或者说是 重阳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暴雨窝子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要相当于说 到了夏天下雨下雨 要多 每到降雨季节 大量雨水从四周山上 自高向低 迅速往盆地中间汇集 形成红浪 因为这一带嘛 那个高枣破碎带比较发跃嘛 形成那个比较破碎的 那个海上那个岩石 一发洪水 一发大水 它就容易崩 水流崩下来 这个山区的那个地形地茂 都是这种特性 它是 洪雪的时候 它说来得快 去得也快 就是暴涨啊 暴落啊 就是这个形象 在山区里的话 是很正常的现象 而天然溶洞 恰好为地下水流提供了前进的通道 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造成了大泉洞 时常喷涌出巨大水流的特殊现象 一番考察之后 大泉洞喷水和时数预测天气的谜团逐一解开 这些奇特现象 都跟崇洋这个结构独特的盆地地形 密切相关 崇洋地区呢 降水丰沛 尤其是夏天 降雨集中 但是同时呢 考察组又发现 崇洋的很多地方 却面临着缺水的困扰 这个水汗频发的崇洋 当地居民 又是如何在此生活的呢 泉水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 许多村镇就围绕泉水建成 人们在此安家落户 繁衍生息 而泉水众多的崇洋 也就被人称为百拳之相 老乡您好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做豆腐啊 做豆腐啊 对 我看您这个 我一圈圈转得飞快啊 这个石墨是不是转起来很轻松啊 我看你转得这么快 也不是很轻松 有点重 这是我习惯了 我能试一下吗 好好好 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给你加点豆子在里面吧 哎呀 转起来我感觉特别的累 就是你看 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行 哎 看来这个磨豆腐 真不是一个轻松的事 对 很累很累的 您这一天要磨多少时间啊 这个两个多小时左右 这个还真是挺累的啊 还好 只有钱赚 就不感觉多累 咱这豆腐好吃吗 好吃 越近文明 这个豆腐就嫩鲜 还有我看你咬的时候啊 这就是半勺豆子 一勺水 对 本来这个豆腐打的时候也加水 都是山泉水为主嘛 这个水也好 水 山泉水嘛 放置那个比较高 就身体都有好处的 这个山泉水是大山里面出的水 海边是喝的水 丰富的地下泉水 给崇洋当地居民提供了生活用水 然而 崇洋虽然降水丰盘 却因为特殊的盆地地形 导致这里河水 一涨一漏 地表很难存住水 对当地的农业灌溉十分不利 千百年来 崇洋的很多地方都受到了缺水的困扰 因此崇洋人对水的渴望十分迫切 他们在山上建造了多个容积巨大的蓄水池 已被旱寂用水之需 这个山上这样的修水池 大海里生了十六七个 有了这个日子之后 它能够修水 能够报水 它就会把那个山业水 用过来把它取修下来 这个水池还是蛮好的 但是 蓄水池只能满足局部的生活用水 为了保证旱寂 更大规模的灌溉所需 当地人把目光投向了山中溶洞 大雪洞的水是很大的 当地套这个大雪洞里的水灌干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缺水问题 当地百姓在溶洞内 修筑起庞大的燕霸饮水工程 好的 这贴着水面走 这个还真是油 这个墙的三部分 它是营的房头 这个房生没有它浓水的作用 前面就是这个洛海洞 它这个燕就在洛海洞的上游建 如果这个燕在洛海洞下游建 就没有意义了 在洞中深达一千多米的地方 古人修建起来一座 厚达三米的燕霸 蓝续住了洞中来水 因为燕霸高于洞口 洞内来水通过陶管自流 躲过洞内错综复杂的地形 顺利被引出洞外 流向附近的村落和农田 这些来自洞中的天然泉水 因为水温较低 水质清澈 不但饮用起来甘甜爽口 浇灌出来的庄稼也涨湿喜人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秦老聪慧的当地人 把重阳这片原本洪水和干旱贫发的山间盆地 打造成了木产丰饶的小天府之国 山清水秀的重阳 也就成了他们长久依赖的宜居家园 大自然用他看不见的手 塑造了重阳这个特殊的盆地地貌 也让这里具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 无论是能够预测天气的实处 还是源源不断的泉水 都是大自然给予重阳人的美好馈则 而居住于此的当地人 也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勤劳 世代与这里的青山绿水和谐共处 享受着这一方山水带来的扶持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